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 跟大家講講馬場的短訊 昨天有關飛雲追爆冷的贏馬 蔡明紹 這隻馬贏了之後 就被馬會抽稱 問為何會有這麼進步的表現 練馬斯方加柏就這樣說 每個人都這樣說 大家都順便聽一聽 練馬斯方加柏就說 上次出賽之前 曾經在跑馬地試過千七集 他對那隻馬的試習表現感到滿意 他說他決定安排那隻馬 12月4日跑1650快活谷賽事 他說那一天的1650 即是對上那次 由於那隻馬在較短陶程賽事中 展現的快步速 即是跑千二都試過有快步速 上次賽前 那隻馬領放 但是那隻馬出閘 緩慢 繼而居後 接著就搶口 接著就在沒有遮擋之下 走去外跌 他就說 上一次 不是今天爆冷 所以這樣的因素 那隻馬在末段 未能以勁勢衝刺 這樣說 他就說 那隻馬那一晚 那隻馬那一晚 即是對上那一場 就好像上次 今晚 好像上次這樣 就居於前競跑 表現 因而較上次為佳 最後就報告 就是這樣說 即是他說 對上那一場 就是沿途 就要留後 搶口 走去外跌 回來就無力衝刺 但是今次爆冷又不同 那隻馬 就可以放回前來跑 所以的表現就較上次為佳 小弟之前都有看過這條片 那隻馬上次的騎 我不記得是誰 因為昨天小弟也有投注這隻馬 他就一直在這 上一場 就一直在這裏 一直在那裏 一直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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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在這裏 接著再走出去 最愛碟 是最愛碟 即是所有馬的最愛那一隻 即是好像昨晚的 歡喜心 那樣 在這裏 回到最愛 回到最後 那一百米才力弱 即是對上那場 那一場 昨天 蔡明紹就不一樣 不用留了 在中段的時候,即是不需要中段,差不多中段 有得這隻馬就在這裡走 一走就去入直路,轉彎之前已經折離了 回來就這樣爆了難門 各位喜歡方家柏這樣去解釋 我們喜歡不喜歡沒有用的 馬賽馬會喜歡嘛,馬會接受了 他接受我們接受吧 關於那隻加州多寶 這隻馬昨天又爆過半懶 有些巨額飛就得了一手 田泰安因爲這隻加州多寶 就用鞭,在馬鞍前用鞭被警告 小組告訴田泰安 雖然他這樣用鞭的次數不多 但是也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而遭到判罰 即是說鞭馬就在馬鞍前用鞭 不鞭的時候就不斷尿兩鞭 那就講講那隻夢幻戰士 夢幻戰士就跑到150米 第一處開始衝刺的時候 就在超霸無敵 和南海策略之間 受到緊迫 當時的超霸無敵 就在那裡退 就向外 就避開一隻神舟進馬 而南海策略 就向內斜跑 就繼而被修正 就碰撞超霸無敵 導致那隻馬被帶去內跑 就壓去神舟進馬 所以超霸無敵 和夢幻戰士都立備時失地這樣說 這件事就超霸無敵 被查詢有關銀量之聲 在直路組斷的騎法 潘明暉就說 他在直路灣時 就將這隻銀量之聲 移到極爽和壽臣的外面 在直路的組斷 持續手足並用力拆 以及以邊拍打坐騎肩薄之際 被坐騎取得平衡 他說由於坐騎充勢強勁 他在直路組斷持續拆騎 去到一百米柱 他開始反手用鞭 他說坐騎充勢後 沒斷以勁勢衝刺 但是小組告解潘明暉 他的解釋就會再入報告 他必須要確保 盡早使用適當的力度拆騎坐騎 又是何良 這隻羽龍共舞之後 又有銀量之聲 馬長鐵三角事件 審拿事件 好像沒有發生過 然後田泰安先生又被人查詢 田泰安表示 蔡前預計那場步速會快 陣上有數匹馬 排檔都比這隻紅旗星象好 有利蔡前展現的快速 故此認為坐騎前速不夠超越那些馬 所以紅旗星象就佔在有利中間 各位覺得是否放在中間 自己看一條片 小弟的眼睛比較笨 他和正本紅心都放在尾 可能我不懂自己解釋 他就說坐騎出閘就不快 他覺得如果他趨拆的時候 坐騎可能會在沒有遮擋之下走外諜 由於他覺得首到回來和精彩輝煌 一同撤入內疊 佔取中間位置 他逐選擇佔取首到回來之後 有遮擋的位置競跑 他就說 繼而首到回來收慢 在精彩輝煌之後取得遮擋 坐騎因而居在遠教賽前 部署的後位置競跑 這隻是說紅旗星象 大家明白的 紅旗星象是怎麼跑的 這場又是怎麼跑的 連馬斯博殺失守天王蘇寶羅 就確認發出這一套拆騎指示 蘇寶羅叫田泰安這樣騎 並表示他認為紅旗星象略欠應有的前速 他覺得如果大力吹拆這隻馬帶頭 或者居在領方馬外 就會耗太多體力 他又說蔡前沒有打算把紅旗星象 放在那晚禁後的位置 但是因為那隻馬出閘的方式而引致 蘇寶羅先生說 有給過蔡前的指示 因為前面的馬匯 他就應該留回後 但是又沒有預期他留得這麼厚 贊不贊成田泰安 認不認同田泰安留到這麼厚 他又沒有說 馬會又不問 我們聽下去的話 你給過指示 就是留回後 不要搶 就是不是留到最後 就不要搶 但田泰安就不單止完全不搶 還要留到最後 蘇寶羅就不知道是不是口多多說多一句 就說 我都沒有打算他留到紅旗星象 留到這麼厚 所以他因為是出閘的方式所致的 不知道馬會又不問 那你滿不滿以田泰安這樣騎到留到這麼厚 那就應該再夾夾口供吧老友 那說一下那隻華賽士 在接近250米處的時候 華賽士在不忘初心和財稅 哎呀又是蘇寶羅 之間受到很緊迫 當時盡管坐騎已經是努力阻止 但是財稅仍然將頭轉側和內閃 所以華賽士仍然都在財稅內側競跑 當時財稅就持續內閃 小組就告解蔡明紹 儘管小組接納財稅難以拆騎 但無論是怎樣 他仍都要確保盡力阻止坐騎斜跑 對其他馬匹構成妨礙 在接近終點的時候 華賽士在財稅的後題裡處於困境 所以沒有被力拆到終點 黎海榮因為對失去競逐機會的坐騎用邊 又被警告 賽後報告 金錢炮的腳又有很多傷口 蔡若翰初出的過河競出 飛去外檔後上如飛 大家可以聽聽 十分好 起步時向內邪跑 撞到過河競出 過河競出 嚴重失了平衡 急速向內邪跑 大力觸碰奇妙日的後驅 令到那隻馬匹都嚴重失去平衡 河競出跑了一段陶程 在奇妙日和十分號之間 受到緊迫之後再收慢 當時奇妙日失去平衡 向外邪跑 十分號將頭轉側向內邪跑 避開開心好友 開心好友約出 就與多姿多彩互相觸碰 大家會聽都聽得到 這隻過河競出 初出新馬 初出快活谷獲營跑道 出閘被人碰撞 失去平衡 大力立備 然後再失去平衡 在一段陶程之間 再受緊迫再收慢 跟著後尚如飛 衝上來跑過第四 各位師兄值不值得跟進呢? 聽賽後報告是有沒有益呢? 對大家師兄自己去想想 值不值得跟進吧 好啦多謝了